你好,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来自日本佛山市 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 今天我们用香菇来做好吃的 我把饭店大厨教给我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做出来的这个香菇草肉啊 香菇啊,是特别滑嫩鲜香 肉片呢,是又香又嫩 真香啊,真好吃 香菇啊,真好吃 从冰箱拿出一块粒脊肉,切成片放盆里边 在冰箱里冻过的粒脊肉,切片非常容易切 然后在粒脊肉的盆里倒一盆清水 洗净肉里边的血水和油脂 在水龙头下多清洗几遍 捏干水分之后,下面开始加调料进行腌制 加一小勺盐 少许13香 两勺料酒 两勺酱油 一勺土豆淀粉 用勺子充分搅拌均匀 最后再加少许菜籽油 防止炒油排的时候相互粘连 搅拌均匀之后盖上盆儿 放一旁腌制15分钟 这是在好市多超市买的香菇 日本熊本现餐的 用碱子去掉香菇的根地 这个根地也不要扔掉 等着一会儿做汤喝 然后在盆里放一勺盐 两勺小麦粉 盐有撒菌作用 小麦粉能够有效地去除蘑菇表面上的杂质 然后在蘑菇里边倒一盆清水 用手抓捏几下 放一旁浸泡10分钟 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来准备点配菜 两个去籽稀好的彩色青椒 先切成条 再改刀切成片 放到盘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点曝光用的材料 将切成片 改刀切成丝 最后切成末 最后切成末放到盘里 三粒大蒜 按扁之后 切成末放到盘里 一颗大葱 先切成丝 最后切成末放到盘里 这样配菜就准备好了 这时候我们的香菇也腌好了 你看这个水就看到了里边多么脏啊 说明小麦粉有效地清除了香菇里边的杂质 在水龙头下多清洗几倍之后 把香菇切成条放到盘里 这样我们的材料准备都完成了 接下来再挑一个疗汁 在盘里放两扇糖 一勺香醋 三勺酱油 一勺土豆淀粉 半碗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之后 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到了关键的最后一步 烹饪 在锅中加热的清水 锅烧开之后 放进刚才准备好的香菇 炒水一分钟之后 捞出控水备用 之后再把准备好的彩色青椒 也放进来 炒水三十秒 炒水三十秒 捞出控水备用 另起锅 锅中加少许菜籽油 油凉的时候 把刚才腌制好的肉片放进来 鞭炒两分钟 当看到肉片的颜色从红变白之后 再加进葱姜蒜爆锅 煸炒三十秒之后 再把准备好的汤汁倒进来 大火烧开 之后再加进刚才焯好水的香菇和彩椒 用勺子充分搅拌均匀 用勺子充分搅拌均匀之后 迅速关火 出锅 装盘 美食集成 这道菜的特点呢 是香菇 特别鲜 特别嫩 特别香甜 肉片呢 特别香 特别嫩 吃到嘴里的口感 真是太香 太鲜了 来看看 我们的鲜菇草肉做好了 哈哈哈哈 你看看 你真香啊 厨房充满了满满的香味 下面我们来尝一尝啊 先吃一块肉 因为这个肉是这道菜的灵魂 特别嫩 特别滑口 特别爽口 在水里的感觉呢 不稀 一点不腻 一点不油 一点不腥 一点不善 越嚼 越香 嗯 真好 这次一块吃一口 嗯 鲜菇的鲜 香菇的鲜 和肉香 再一块混合在一起 再加上汤的那个酸甜香 一都 混合在一起 再口里一吃 哇 真是太棒 太好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可以吃鲜菇的鲜菇 我可以吃鲜菇的鲜菇的鲜菇